他撞我 法庭門口兩名男子爆發推擠 衝突 罰警擋在中間 壓不住雙方火氣 趕緊拿出對講機 請求支援 請我躲起來 請你們 把雙方請來 好幾名罰警趕來 要隔開雙方人馬 去年10月雙方應債務9分出庭 還沒開庭卻差點上演全武行 當事人黃先生拿出夜雙單 喬尿當天只是陪同出庭 卻挨打反被對方提高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動手 都是挨打的 這樣子他也能夠去製造這個傷勢 然後來驗傷告我傷害以及恐嚇 今天你是一個自稱黑道的分子 然後竟然搞碰瓷 打人喊救人 還原雙方官司糾紛 張信兄弟黨是口罩公益商 提供一名理性男子 買了口罩卻沒付貨款 現款超過500萬 但理性債權指對方 不但是非法生產口罩 還在開庭當天不斷恐嚇威脅 張信兄弟黨開庭完 不但追出來一路敲打車子 甚至還追到對方家裡持大神公投債 直到每次開庭都順便來鬧我一次 在法院或者是來我們家 他是拿那種偽造醫療的口罩 他其實所有的物料還有器具 全部被警察局已經扣押了 理性被害人在疫情期間 向張信兄弟黨禁口罩販售 但雙方只有口頭約定 沒簽下合約 事後才知道對方根本沒有取得 合格醫療器材許可 正式非法生產 反映對方指控欠貨款 官司還在審理中 沒想到對方自稱認識天道謀 同行會的人在開庭前後不斷恐嚇威脅 讓被害人不堪其擾 今天是有黃俊 賴文周 可知報導